花莲第一信用合作社日前捐赠200公斤的优质米 给花莲施工所分配使用 市长魏嘉燕颁发感谢状 肯定在地信用合作社 善尽社会回馈责任 更是地方金融机构表赛 而ZP白米将存放在爱花莲食物银行 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来申领 花莲一信理事主席吴东明 协同了总经理吴耀辉 还有经理黄振毅前往花莲施工所捐米 吴东明表示 花莲一信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特别透过实际行动要回馈地方 谢谢水莫 花莲一信跟花莲湘芯一起成长 我们今年有106年跨107年的历史 我也感谢湘芯的支持 希望花莲一信跟大家来共荣 所以在水莫的时候 我们大概都会做一些慈善的捐助 谢谢施工所也长年在照顾的弱势 所以我们今天总经理 特地来捐500公斤 这个白米给食物银行 市长温家业颁给感谢 让肯定在地信用合作社 善尽社会回馈责任 更是地方金融机构的表率 在我们2024开春之际 感谢一信的吴东明主席 跟我们的吴总经理 还有黄经理 一同来捐赠我们食物银行 500公斤的白米 那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一些企业 跟我们一些社团 甚至我们个人 都可以捐赠一些爱信 到我们食物银行 那有需要的我们的民众 也可以到施劳客 或者是到我们的食物银行中心 去做一个登记 做一个领取 那也希望今年我们的爱信不落人后 也希望大家常常捐 那有我们很多 不只是我们的日用品 或者是我们的食物 都可以捐到我们食物银行 花莲一信这次捐赠的200公斤白米 将存放在爱花莲食物银行 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 来申请领取 介络会欢事报道